不是秋天上山才要小心虎头风 昨天上午有一名男子到新竹监视泡汤 却意外在骑车下山途中遭虎头风给攻击 导致他过敏 呼吸心跳变得急促 甚至一度呈现半昏迷的状态 因为手机没有电 没办法打电话求助 只能痛苦地坐在路边休息 幸好巡逻远景及时发现 协助遭男子送医 治疗之后没有大碍